音樂 Esan 會不會深圳樓比遺舟便宜 有高鐵有地鐵有商場大裝修 而且是準現樓的 在深圳在宋性價比最高的樓盤 被開售時的直劈一萬萬元 馬上交路事不宜時 快點去交路 我相信大部分香港朋友 都是很清雷深圳的樓盤 所以我們這次特意選了一個 整個深圳性價比最高的樓盤 為了我們平山新區的佳華沙湖廣場 說回我們今天怎麼來 我們今天就是在這個爐口 開車 經過這條衛心沿海高速 10分鐘就去年頭 再過5分鐘就去延田區的大小梅沙位置 又是一聲通過平延通道 整輛車加起來是不超過30分鐘 我們一落這條高速的話 基本上我們的左手邊就是這個項目 非常方便 如果不開車朋友 其實在我們的店舖 羅湖收入城的樓下 有些10元雞的小巴 其實整輛車40分鐘 10元雞 都可以來到項目前面的錦龍站 我也坐過的 10分鐘 除了自己開車 還有坐這個小巴 還可以踏地鐵 無論你在福田口岸也好 羅湖口岸也好 都可以坐在地鐵 來到這個錦龍站 如果福田站很簡單 福田口岸 踏三個站去到江夏北 換成這個14號 就可以來到 錦龍站反過來 四個站去到大運 九個站去到布吉 十二個站去福田的CBD 再下三個站 通道15個站去到福田口岸 都可以在布局站 轉車去羅湖口岸 都可以 還有什麼呢 還可以搭露鐵 這個項目除了近 14號線的錦龍站以外 其實我們可以選擇 搭一個站 去到平山為站 換成16號線 再搭兩個站 去到平山站 這就是我們平山的高鐵站 回到香港西哥路 不用一個小時 現在班車是非常頻密的 二十幾班 來回有二十四班車 價錢大概是九十元左右 我覺得非常便宜的 如果要去到深圳北換成那些 班車就更多了 要是在深圳北換成香港西哥路 班車可能四五十班車都有的 除了這個 它有個後機樓 其實可以回到深圳機場 沒錯 還有交通之後 還有這個 就是平山城市後機樓 車價大概是四十元 那這裡 直接去到我們的深圳保安機場的話 在說都是一個小時 很多人都覺得 平山當時是很荒蕪的 山卡 有些人覺得 那裡是屬於深圳嗎 那裡不是屬於惠州 其實不是 平山就是我們深圳一個 重點發展的新區 而且可以看到 深圳的市政府是重點發展這一邊 因為你可以看得到 哪一個區域 它有三條地鐵線 它有14號線 16號線 33號線是在建 另外規劃多一條 就是地鐵19號線 沒錯 就是四個地鐵線 再加一個高鐵站 再加高鐵站 沒錯 再加上這些城市後機樓 還有幾條我們所謂的 就是輕軌的 會經過我們平山的位置 因為平山的位置 就是我們深圳和惠州的必經之路 所以很多條輕軌 將來都會在惠州的位置有站點 除了交通之外 有些什麼商場配套呢 我們自己本身的項目 家裡樓下都是一個百萬平米的商場 這個面積比美深圳路的金剛華 或者你之前說過 就是香港我們九龍站那個 沒錯 Elements Elements 元荒 或者是萬象 除了室內的空間 還有很多街區 逛街的體驗感是非常強的 沒錯 現時我們這個商場 會即將在明年的交流的時候 即是業主收樓的時候 就可以享受到這麼繁華的商業配套 但現時來說 其實走兩步路過一條馬路 對面就是這個天空商場 天空商場 那天空商場有些什麼呢 吃的、玩的 超市啊 什麼都應有盡有的 對啦 逛街吃飯 天空在國內的知名大型商場 超級市場 重要的 買些便宜的東西 因為現在很多香港市民 都會特地來內地的 可能是三武 Sams 或是Costco那些買東西 那麼 超市是很重要的 而且周邊還有一個 益田的假日廣場 說一到兩公里 其實走路都走過 不想不想上場 不想走就是錦龍站 坐一個站到平山圍站 然後下了地鐵 可以走過去 沒錯 另外就說 既然在這裡住的話 有可能會享受到一些 學校或者醫療的配套 這邊的學校都非常多選擇 另外醫院方面 在我們樓盤 非常之近的距離 可能是三到五公里的距離 就是新平山的人民醫院 是一間三甲的醫院 到時候建好了 是平山最厲害的醫院 還有這間可以給大家一個概念 就是類似藍山的一間 港大醫院的規模 可以搭一個站 搭19號線 在錦龍站 到新平山人民醫院的站點 就可以看到這個醫生 可以受到三甲醫療的頂級服務 說了這麼多 交通也好 地理位置也好方便 學校配套 醫療配套也齊全 還有 現在這口價錢 是以前我們說的 臨心的價錢 又有地鐵又有高鐵 又有配套的地方 居然都是在賣以前臨心的價錢 買到深圳樓 是的 買到深圳樓 我們現在身處在銷售中心這一邊 其實到期時發展商 會有一個 百萬平方米 還有這些外出的街區 有一個商場 它由十三棟樓 再加一棟自己致馳的公寓 這是不賣的 不賣的 沒錯 商場基本上 我們過來之前 都在外面 都見到 非常之雲位 以及全部員工 我們欠缺後期的招商階段 以及內裝階段 沒錯 首先介紹一下 這個屋苑在售的是哪一棟 其實如果要最小的尺寸是五棟 看回平山河一邊 是69平方 兩房單位 另外 六棟的一單元 賣的是95平方 三房兩廳兩位 有獨立廁所 沒錯 六棟二單元賣113平方 四房兩廳兩位 這是現時在售最大人 沒錯 過來這邊 還在賣六棟三單元 這邊賣的是83平方 三房一次 亦是香港人買得最多的單位 根據數據 應該是最多香港人業主 執業在這裡 買了83平方 三房兩廳一次 沒錯 上車順盤 來到整個屋苑中間 最核心的裸縣位置 這個裸縣的面積是2.4萬平方 單價是25萬呎 輪化率達到40% 另外亦都可以見到 它有不同的主題 有些是換跑徑 泳池 中心園林 甚至有些是老人家 那些刊落瓷屍 另外是會有幼稚園的 另外值得一看 這一個屋苑 它是整個屋散 是周國處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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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大陸的泳池有四線道 廟盡50米 有泳池 當然會有少朋友玩的泳池術室 沒錯 基本上這屋苑屬於一個平山大型屋苑 一個是一個重物體國 有地鐵 有大型上場 有公寓 有住宅 隔壁是平山的 河池 是 平山 相信一君朋友和我一樣 急不急大聲 看看樓盤的圓林 還有一些自辦單位 交樓表現如何 試問一下 OK 進入這個屋苑 便可以感受到這個 25萬平方呎的大圓林 這是國際頂級設計的 這裏大約法律有多少 40% 40% OK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高层建筑 但楼间距非常之阔落 所以进来的感觉会很开玩 最起码60-100米左右 专业设计师设计园林是很多重的 有高中低和很多元素 看到有高一点的树 矮一点的灌木 还有草皮等等 而且它也不是什么简单 不断以种植的 它也很密集 而且可以看到这间发展商也很用心 始终是明年才交楼 现在只是一个卖楼阶段 到明年年底才收楼 但现在整个园林这些树不是光秃的 全部都散了在茂密的树叶 加上有些水景 不要说太多 太多就像野蚊 这些是点到即止不知舒服的 很有氛围感 还有这个屋卷原来有一个卖点 有一个标准四个线道 50米的游泳池 即是我们正常比赛用的那些 有8条赛道 这里也不要紧 也有4条赛道 足够有50米 符合国际比赛标准的游泳池 当然小朋友玩的更加有 没错 这里的画面更加可以感受到 刚才我们说的楼间距 起码有差不多100米的 以上楼间距 也有的 这个属于我们整个屋苑的一个中庭广场 花园的一个位置 还有也做了一些粮庭 比如说老人家来吃饱饭 下来打牌 捉下棋等等 这样都可以的 环境是非常舒服的 还有一些缓跑径 蓝色这些 吃完饭想做一下运动 不需要去到很远的地方 当然家里面有缓跑径 其实我们隔壁 平山河 两岸都有缓跑径 有单车径 我觉得住在平山这里 生活质素和幸福感是很高的 因为这里的车交通位置 方便 出勤方便 但换句来说 环境阔落了很多 价钱也比较便宜 这边有往中大正 人口也不太多 不需要吃饭 等位和人逼 我们先去看这些药包 Let's go Eason 我知道这个屋苑 都是整个平山 唯一在寿最智能的屋苑 整个小区包括入户多比 都是全智能化 入户之前 搭电梯 开车回家 都是全部智能化 人面识别 或者是掃二维码 好似这样 我们是假设业主 入了人面识别的话 其实我看到面前的话 识别到的样子 可以自动开门 即假设你 拿着很多东西 买完信或是shopping之后 可以透过人面识别 直接开门 或者我们不是业主的话 可以按这个数据 我们对业主朋友 给个QR Code 给你在这里 行手机 数据 亦都可以入门 或是可以呼叫 我们的 居家 或是我们的呼叫中心 联络管理署 没错 我们事不宜迟进去 介绍了个Lobby 接着就上去看示范单位 OK 这个楼盆 好像是江水盆 上车盆 但是进去Lift Lobby 给我的感觉 有点豪宅 很大气 是的 这个空间差不多有6米 而且看到电梯 三梯 五号的布局 基本上是一个豪宅的标准 还有人面识别 全部都做了人面识别 还有 都是用日纳 Hitachi的牌子 我觉得非常之不错 是